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天要谈主题 要从过去的一本书开始谈起 那本书叫做身份的焦虑 那本书在谈的东西是 我们今天的社会成就 我们今天赚到多少钱 是否等于我们的价值 这件事情从过去到现在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我们时间拉回到几百年前 拉拉拉,帮我拉一下 好,几百年前 那时候呢,我们的身份其实都是透过世袭 如果我的父亲今天是一个农夫 让我这辈子有九成九的机会也是个农夫 那如果我的爸爸是个贵族 那我也是个贵族 那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会让社会当中出现很多的不公平 有些人认为说 怎么会一个人出生之后 他那个一瞬间就已经定夺了 你这辈子是商人农夫还是个贵族 可是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跑的 可是他的反面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比较不会依靠一个人的有钱与否 去判断这个人的能力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农夫之子 有一天我去买饮料 老板说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从口袋这样子 我剩两块钱 这个老板并不会觉得 怎么这个年轻人这么不会赚钱 全身上下只有两块钱 他只会觉得说 小子,你真可怜 你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 那反观 一个贵族家中的孩子 他有非常俊的马 他有非常漂亮的皇宫 大家也不会认为说 那是他靠勤奋跟能力得来的 他只会认为 你只是在出生那一刻 抽到一个好签上上签这样子 那这种情况跑到后来 学校开始出现了 可是学校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说 他是为了有钱人 权贵人士专开的 因为那时候学校可以通过 关说的方式 把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送进去 然后得到很好的学品 然后去换到好的工作 就是怎么讲 好像专为他们设立的感觉 但是后来呢 一些在教育界当中的先进们 他们开始推动所谓的 标准化 公开 公正的考试 这件事情让补习班开始凌厉 历史不是这样子 这件事情呢 让阶级之间可以进行翻转 你想哦 今天是个农家子弟 他在家里面 寒窗十年无人问 那他保读师叔来到考试的时候 那媒体看到时都大概知道怎么打了 所以他来到学校考到第一名 他获得一个很好的教授来指点 后来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好的工作换到好的薪水 换到好的马 换到好的车子跟房子 这个时候 其实阶级之间就可以开始进行往上或往下 相对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现象 但它的反面是 这时候大家会把一个人的社会成就 一个人的职务赚钱多与少 跟这个人的人格特质画上等号 假设今天一个人非常会赚钱 大家会开始认为说 你就是一个勤奋的人 你今天是一个有才干的人 那另外一个人 他今天没有钱 大家马上下意识认为说 你就是懒惰 你就是不肯工作 所以你才那么穷 所以大家开始把他画上等号了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 就从这个等号开始谈 假设我们今天在社会当中 都一直想要依靠这种社会成就 赚到多少钱 来定义我的价值非常高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花上更多更多 或者说超出你能够承受的范围的时间 来进行工作 而这样子做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我们可能遇到中年衰退 或者说遇到很多很多问题 而遇到这些问题时 我们该如何跳车 我们该如何改善呢 我们透过动作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管我们今天多么努力工作 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退化 表现下滑 那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时间点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早 在2009年美国曾经做过一份调查 他们去问民众们对于老这个字的定义 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结果得到最普遍的答案是85岁 如果以当时的平均岁数来看 人民平均可以活79岁 也就是大众们觉得死了之后的6年 才会开始衰老 其实这样子的结果好像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老这种印象在社会上 有非常非常深的刻板印象 包括了反应慢顽固这些 所以大家都会抗拒变老 但是抗拒归抗拒 可是我们都躲不了 我们讲一下不同行业里对于老的定义 在电竞圈当中 有个叫做Faker李向赫的人 他是史上第一个 在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当中 拿到大满贯的赢家 很多人把他叫做中路之神 大魔王李哥 这个词不只在讲他的操作猛如神 另外一个赞赏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因为Faker现年已经27岁 虽然说看起来非常年轻 但27岁在电竞选手里面 已经算是一个老头 因为这个行业在过去以来 他们都认为 人们过了22岁之后 反应速度以及学习速度都会减慢 所以正常来讲 一个精英玩家 他们年纪通常不会太老 而Faker达到今年27岁 他也不是没有遇过虚身跟低场 但他走货了 目前还是英雄联盟当中的精英选手 再来谈到运动圈 曾经的网球好手 大蛮官得主费德勒 在40岁宣布退休 那在学术圈 一个学者一生当中最大的发现 通常是在20到39岁 我想以上这些数据是想要说 无论你曾经多么多么的优秀 年纪到了之后 你就必然可以接受现实 像是我们的记耐力 几乎只能够持平 要比年轻时好太难了 动动脑筋的事情也是一样 年轻时会有很多创意 但现在光理解就非常费劲 继承了以上大众的想法 大家把老这件事情 放在生命当中的非常后头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 当我们今天40几岁的时候 有一天你觉得 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点子 然后被一个20几岁的小子 给抢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念头 可能不是认为自己老了 更大机会会觉得 是不是自己不够认真 所以如果多花一点时间工作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 那这样子的心态 会让这种衰退更加恶化 我们谈一下 自我物化这个概念 物化这个字很常被人来讲 但我想再复习一次 当今天有一个男的 他总是把自己老婆 当成炫耀做家事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他物化他的另外一半 是因为 他只注重另外一半 能够提供给他的功能 他把他另外一半 当作一台冷气机一样 吹得冷就是一台好冷气 吹得不能那就是坏了 那换到我们跟工作上 我想问 你会以自己的工作成就 来定义自己行不行吗 我觉得在这个事风之下 大多数人会有这种想法 加上媒体 也是这样子追捧有钱人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而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算是一种自我物化 因为我们今天不知不觉的 将自己的工作成就 来等同于我的全部价值 说得再直白一点 我今天赚得多的时候 我就爱现在的自己 当我赚得少的时候 我就是个烂货 有点像是一台车子 如果我在五年前 这台车子可以车到120都没有声音 那时候你都叫你的车子为小老婆 但现在为什么100就开始嘻嘻口口 而且120整台车子就浮浮了 这台车是不是变成你口中那台破车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到 我们总有一天会衰退 会变老 那时候我们的工作表现会往下掉 那你会不会开始讨厌自己了呢 这就是自我物化最惨的结果 很多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他们很讨厌自己 但又讨厌后辈 他们看不惯星宿总是超越自己 但自己又拿不出好成绩来 但我现在想提的 不是我们人生再也没有高峰 而是我们想谈一下 人生的第二曲线 我先提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流体智力 一个人的流体智力 掌管创新创意的能力 还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记忆力这些 那流体智力会在我们年轻时 达到最高峰 但来到30到40岁的时候 就会持续下降 这辈子就再也无法拉上去了 另外一个概念是叫做晶体智力 晶体智力在一个人40岁之后 它开始发展 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 我们这辈子在死前 它都不会退化 而晶体智力 它所掌握的能力 就是运用过去所学的能力 那我们用两句话 来形容这两者的差别 年轻时我们拥有流体智力 这叫做聪明 老了之后我们有晶体智力 这叫做智慧 换句话说 年轻时我们能够提出大量事实 老了之后 我们知道那些事实是什么意思 然后知道这些事实可以怎么运用 或者说像那句谚语所讲的 知道番茄是水果 这是知识 知道不要把番茄放进水果沙拉里面 是一种智慧 所以你应该可以稍稍感觉到 我现在要谈的就是 我们应该在流体智力衰退的时候 跳到我们的第二个曲线 也就是晶体智力上 社会上比较适合晶体智力的职业 可以是教师职 他们在年轻时累积了一大堆知识 而在晶体智力上来之后 他们可以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 来全世界知识给后进者 或者说像是技术主管这些职位 他们可能在年轻时 可以熬夜写真题 加班加不完 那老了之后 如果他的肝还算正常的话 他们就可以融合技术专业 与其他部门沟通的技巧 如何谈加薪等等的 这些事情都会因为晶体智力 而集结在一块 那不然这些职业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提出来 但你只要记得 任何一个工作 讲求是口才 以及经验为重的话 都是蛮适合我们在这时候 可以跳过去的 这样子的改变 你可以说是人生第二春 也可以说那是一种 迫不得已的选择 但如果我们今天 不想要走进 刚刚所说到的这种死胡同 也就是因为工作表现 因为年纪而下降 我们就会开始讨厌自己的话 我认为这样子的改变 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当然这样的选择 可能没办法让你 像年轻时一样 可以发光又发热 但却可以用自己的经验 去抚育下一代 发光发热的人 这种成就感也是很棒 那到这边 我想回头谈一下自我物化 自我物化的反义 就是爱真实世界当中的自己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明白一点讲 就是我们把自己 当作一个人来看 而不是只看他的功能 就像是人都会有缺点 所以人生当中 可能很多事情 而且你都会做错 你可以难过 你可以痛哭流涕一下 但不要因此觉得自己很废 人也都会有基本需求 我们都会想要快乐 我们都会想要被爱 所以我从这点之上 来扩展一下 我们可以想想 当你年轻时 想要闯出一片天 得到注目 是不是你想要证明给谁看 你是不是只想要得到 更多人愿意关心你 简单来讲 你是不是想要得到更多的爱 如果这个问题 你有一点点肯定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得到爱 不用等到你年薪破300的时候 像是一段两段三段 非常棒的人际关系 绝对可以让你人生大改变 这不是我在跟你这边撒鸡汤 我要说一个研究给你听 有一个超过80年的哈佛研究指出 一个人这辈子快乐健康与否 跟几件事情有关 他抽烟吗 他喝酒吗 他体重是否维持住 他是不是有运动习惯 这些都非常重要 影响非常多 但是太复杂了 研究团队们想要找出一个 最大的公约数 它影响是最多的 后来他们离出来了 那个指标就是 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所以该研究的人 给出这段结语 他说 幸福有两大支柱 第一个是爱 另外一个是找出 不会赶走爱的生活方式 什么叫做 不会赶走爱的生活方式 我来讲几个 像是你可能之前为了加班 假日不能够回家陪爸妈 那你现在还是可以继续加班 为了那些非常可爱的钱 但你可以在周末晚上 打一通电话给你父母亲 这叫做 不会赶走爱的生活方式 关于朋友 朋友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生活没有错 但如果你今天 不常常跟他们借钱的话 他们还是愿意留下一些时间 陪你吃饭 跟聊天 跟散心的 那关于亲密爱人 缘分 他不能够强求 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 那就再等等 那如果你有的话 要记得感情是要经营的 不是拔到之后 就可以摆着在那边放烂 来到这边 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全部内容 可能你的年纪 还没到达流体之力的最高峰 可能他还没开始往下衰退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跟心态 你可以摆在心中 你可能在平时 可以多注重人际关系 多注重一些工作之外的事情 这可以让你在老一点 中壮年之后 你可以拥有一个更加多元的生活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解语 我其实不太知道 是不是跟今天的内容相干 但这是我在整理的时候 一个内心很深层很深层的触动 我坦诚的说 我自己曾经用满满的工作量 来抵消我的孤单跟寂寞 这样子讲起来好像很废 但这是真实发生 一直以来呢 我的工作都是可以长时间 独立完成的那种 像是之前写程式 像是现在弄影片 弄脚本这些 那能够独自工作对我来讲 其实还不错 因为我讨厌在 我需要安静的时候 有人忽然吵我 但是立面道任 就是我会比较欠缺人际互动 那这个问题呢 在之前还在公司行号里面的时候 比较好解决 就是放下键盘 找几个同事去咖啡厅 当一个薪水小偷 这就完毕了 可是以现在来说 没有这个解决方式 所以不得不说 这还蛮难受的 有时候好想要找一个人 来抱怨一下最近的工作 但是呢 又找不到这个人 我的寂寞跟孤单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 所以呢 之前我知道遇到这种感觉 我就会马上安排 更多更多的工作进来 一方面可以让我用忙 来压制孤单的感觉 二方面 如果今天因为增加一些工作量 而额外赚到一些钱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好像还表现还不错 那一来一回之前 就变成一种习惯 但长期下来 没有任何实质帮助 因为我需要有人可以分享的欲望 还是在那边 它没有被解决 那我发现这个现象的时间点 大概是在二三年的年初 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 可以根本解决的方式 也就是那种无从分享的感觉 还是存在的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我已经不再那么依赖 忙碌的感觉 来帮助我抑制孤单了 这是我在心理调试上的 一次大胜利 所以我的想法是 对我来讲 我当时把自己走进 这种工作狂的模式 虽然说跟今天讲的衰老 不太一样 但对我来讲 这种为自己塞 更多工作的行为 其实有时候 也是在逃避一种 更深层的问题而已 我想 这个我们今天不愿意面对衰老 是同样的心情 最后最后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 你都是看着荧幕 来看我的影片 还是用听的呢 那你都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看 还是在通勤的时候听 那你觉得我的影片 或者说Podcast 可以做任何的改善吗 我想问这些问题 是想要透过大家的回应 跟大家使用情况 来优化我自己的内容 那第二方面 就是我好奇 我是Vincent 我们下次见 拜拜